就是你這時候 以前那個吹牛的那些 美國說自由航行嘛 在你以前說殲如磐石嘛 那現在就走他 你的自由航行跟殲如磐石走他就走啦 對不對 我們在你 蓮盧希這次來一個多禮拜沒講話 原來你以前講抗中島台 都是在騙拳 以前你會說 國民黨啦 民眾黨 都沒有後 Haben 都不夠抗中島台 那結果還不是一樣 就各位看他的舌舌 緊急通報發生大事 什麼事 他這次的軍事行動的內容不是只有封鎖 他也不是用封鎖這個詞啦 因為這樣就是直接的軍事行動 他說管制進出 另外一個就是他有實彈射擊 那這個當然坦白說1996年那一次 如果不是李登輝透過劉連坤 劉連坤後來被槍斃了 就是中共軍官得到一些內部的情報 對不對 說那個是空包彈 表示那時候他不是玩真的 不然那時候真的非常非常緊張 因為那次台灣第一次總統民選 然後他又是Cornel回來 所以你不知道老公會怎麼處理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大家非常緊張 那據我了解 那個時候老公也沒有要玩真的 就是後來他是用空包彈 那因為美國哈姆就立刻過來了 所以就穩住了局面 那這一次我覺得他沒有要打 他現在就是那個軍事的態勢升級 然後要創造一個新常態 可是我跟你講如果這種局面 你沒有辦法 就是透過一定的壓力 逼他回到原點 那以後只要一緊張他就是從這裡開始 你知道嗎 我也已經做到這個程度了 下次一定是比這個更多 所以我說他會變成新常態 那他一旦變成新常態以後就很麻煩 因為這個常態是很容易插槍走火 但是我們現在的台灣如果都不作為的話 那就也代表我們就接受這個新常態 也不叫接受 也不叫接受 叫忍受 我本來這樣說無可奈何之類的 現在就是我覺得就是怕出事 所以就一開始現在的基調就是沒有必要 你知道嗎 然後對方即使開火我不立即反擊 對 也怕升高衝突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我們這邊 不要讓人家覺得說是我們打第一槍 就第一集不是我們幹的啦 對 就要有那種FU啦 這個FU就是讓這個狀態就繼續下去 因為並沒有一個力量逼他往後退 對 可是如果一直這樣下去的話 就像剛民眾說的 那我們就是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人家在外界任務就是 對 因為上次就是因為有一個強有力的外力介入 這個叫美國 對 現在美國跑了 所以大家等於對岸也在做壓力測試嗎 看你 我覺得這個就是底線測試 就是你這個時候以前那個吹牛的那些 美國說自由航行嘛 吳釗燮說尖如磐石嘛 那現在招一斗 你的自由航行跟尖如磐石招一斗啦 對不對 我們吳釗燮 PROC這次來一個多禮拜沒講話 他不是戰狼嗎 這不是一個他很該秀的舞台嗎 所以一定是小英跟他講說 這要非常小心啊 對 收斂一點 是吧 可是人家就會立刻連結到說 真正發生事情了 危機真的來了 那個時候所謂的尖如磐石 自由航行都沒了 更不要說抗中保台 都沒了 我另外要請教亮哥 所以這裡就推論出 原來你以前講抗中保台 都是在騙選票 都是假啊 就是為了騙選票 把自己吹得很高嘛 真正發生事情都沒半補啊 不就這樣嗎 所以我就說 以前你會說 國民黨啦民眾黨 這都沒後的啦 都不夠抗中保台 結果來不是一樣 對不對 就給我看啊 所以這個坦白說 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有一點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是 在比法大聲的嘛 這個是危機真的來了 看你有沒有穿褲子啦 我正在你家門口擺陣啊 你怎麼樣 結果你怎樣 所以這真的是 有點用跨毛的腳趾 跨毛的腳趾就說 不要用這個來騙評 他就是在操作王國感啊 對啊 這也是 王國感你要有我耳所動 我有所作為啊 就是不要有作為 才有王國感的感覺 他只是對內一直喊說 你看他們一直這樣欺負我們 這樣欺負我們 其實回過頭來 還是在國內的選舉部分 我覺得他可能在操作有用 可是在外面 剛才亮哥也講的 那實際上那你也要告訴我 你帶領我們人民抗中保台 帶到哪裡去 對啊 啊就是真的 危機來的時候 你做了什麼嘛 對 不過剛才亮哥在講說 講到96年那時候 還有這個劉連坤 他告訴這個李登輝 空包彈 空包彈的事 雅巴彈的事情 其實我後來也聽過那個 就是也是兩岸關係的這個大師啊 那個趙春山他也講說 96年那時候 其實兩岸都還有 有所謂的溝通管道嘛 民民管道密集 問題是現在 人家掙錢擺正了 台灣跟對岸是 完全沒有 而且我再跟你加一個 不一樣的變數 那個時候中美關係好得很啊 是 那個完全是因為 他是針對台灣的啦 就是第一次民選 對 啊李登輝去空內了嘛 對 中國跟美國那時候關係好得很 嗯嗯 那時候江澤民耶 對 而且1995年WTO剛成立 對 中國想加入WTO嘛 所以中美那是蜜月期啊 嗯 那現在是完全對抗型啊 對 這完全不一樣嘛 對 然後再加上兩岸其實如果真的都沒有 已經早上都已讀不回 都沒有溝通管道了 當他做剛才亮哥講的說 一個底線測試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沒有辦法去 預測對方到底想怎麼樣 甚至說我們沒有辦法去 透過一些機制 建立一些護欄了 就是 我現在怕連中美都溝通不上啊 連中美都不行 我以為拜習至少會有改變 我跟你講喔 昨天啊 昨天就發生一件事嘛 所以人家會覺得有點緊張 嗯 昨天在東協開外長會議 對 結果王毅跟布林肯都去了 嗯 記者就問王毅說 你跟布林肯有沒有一個峰會啊 王毅說沒有 嗯 沒有啦 就 拒絕見面 但是台面上啊 台面下他們會不會還是 其實因為避免雙方呼喚 沒有啊就表示這個氛圍很糟 很不好啦 這講白了啦 拜登也是很為難啦 因為他也沒有辦法去阻止 佩洛西要來台灣 國會議長你是怎麼反對 那 當然他可以用硬招啦 說我不派給你軍用的飛機 讓你沒有飛機飛了 可是這樣太 就完全對決了啦 所以拜登沒有這樣做嘛 啊 你現在就對習近平不知道怎麼說啊 喔 說我才跟你剛剛講完 啊你就 然後你就派一個人 對啊 沒有啦也不能說他派啦 沒有你就安排了追出 他現在就是喔 有話說得沒說啦 他事實上在習派通話的時候 這個問題有出現 對啊應該是有討論到 有啦 我真的直接跟他講說 三權分立啦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影響這件事 喔 但雙方有沒有談一下 比如我是說中美雙方 比如說 裴洛西來的時候 你不要有動作 等走了之後 那高峰會 不可能說這種細節 不會講那麼細 不會講那麼細 說等走了之後 我們把這個軍艦也會 跟著一起走 然後剩下 你們怎麼處理 我們當作 暫時看不到 我不知道 如果真的是這樣 如果是真的這樣 你不覺得更可怕 很可怕 可是中美 中美都套招了 對啊 台灣隨時就 你中美套招怎麼可以 套招到把雷更浩開走 怎麼會這樣 因為你的意思就是說 都說好了 所以佩洛西走了 我雷更浩就走了 那你要怎麼樣 然後你就來軍演了 對啊 我爭議界逼一隻眼 反正三天之後 你自己也散了 我們都沒有發言權 對啊 你不覺得嗎 可是實際國際現實 台灣現在看起來 是這樣子 沒什麼 發言權 我知道啦 可是就是說如果這樣子 那就是中美有時候 有一些默契 不是我們知道的 那你這樣 你不能往後推 那是不是有到哪一個點上 那你台灣會不會 因為這樣被出賣 當然你可以有這樣的懷疑 對不對 我有這樣子擔心 是嗎 那亮哥不會有這樣擔心嗎 會啊 如果這件事情都是講好的 那當然你就會有這種擔心 對不對 好啦我們看到這個 剛剛在講的就是這一次 從剛剛十二點開始的這一次的 所以亮哥有講說 這已經是在灰色地帶的行動 那我們真的要審慎的來看待這件事情 不過我們來講到這一次佩洛西來的時候 他的確也有人在講說 他的EQ很高 就是說他衣服的E 他換了很多套衣服 包括連連那個 受這個勳章的時候 他都要換一個配色是相同的 你看口罩跟這個 跟我們這邊是沒有把勳章弄出來 他的勳章 顏色其實跟這個都搭配到 但是他這其實 剛剛亮哥有講說 可能拜登沒有辦法去 因為三權分立 他沒有辦法去管到佩洛西 但是 的確中國大陸那時候在講說 不要 不要入境 不要過夜 不要有官方的代表身份 不要去見蔡英文等等 幾乎全部都做了 都被打破 全部打破 一次做好做滿 甚至最後一個 這一個點 其實大家閉門會議去跟台積電 那個後來被否認 被否認 劉德英否認 所以他們沒有見面嗎 沒有只有吃飯 不是 就見面跟吃飯 不是 因為本來傳出 柯建民講的 柯建民說他一大早 他去立法院之前 先跟他做視訊會議 先跟劉德英跟裴洛西做視訊會議 對 後來台積電否認 對 台積電否認 否認有視訊會議 但是你說有吃飯 吃飯是中午 中午是總統見完面之後去吃飯 那張忠謀做陪 那就是單純的飯局嗎 飯局不可能講這種事 因為太複雜了 那後來不是 佩洛西去韓國 尹錫悦不跟他見面 我覺得劉德英不跟他見面 就是同一個邏輯 我為什麼要在你的面前 被你施壓 你一定要跟我討說 你晶片廠設去 然後你有什麼樣的進程 要到那邊做嗎 是嗎 還有啊 我要答應也不是答應你 我是要答應拜登啊 我答應你一個國會議長幹嘛 為什麼要把這個攻擊做給你 是啊 然後你回去也許在那邊吹牛啊 我還要跟拜登否認半天 更難做 那不是更難做人 那我覺得影習樂 真的也是為了三星啊 我說白了啦 可是他就比我們聰明嘛 我就不見 我請假 我放假 一公一放假 這理由我實在說 所以因為我在休假 可是你看這個對等 一個是影習樂 一個是劉德英 但是我們總統當然是 哇很謹慎的 也很希望的去見這個一面啊 因為對他來說 大概在政治上的 得到的這個利益是蠻多的 我認為沒有必要請張忠摩 一起吃飯啊 你說連這個層級說吃飯也都 都都不要了 不需要 憑什麼我要把企業的領袖 招來跟你吃飯 那說不定是裴洛西也要 他當然要啊 可是我們為什麼都要答應 蔡總統想說 這是我們問題嘛 為什麼影習樂就認為不妥 我講白了啦 這個就是凸顯出 你的外交自主權到哪裡 影習樂就是比較會考慮他的國家利益 他認為這樣對他不利嘛 講白了就是這樣嘛 而且這一次喔 我們看到 其實原本說裴洛西要來不來的時候 大家也猜測蠻多 甚至他公開的公開行程裡面就是 一來沒有台灣嘛 也傳出來說 其實一開始台灣是有說 要把這個邀法撤邀 撤銷回來啦 那最後主動權應該還是在裴洛西自己要來 這個應該是這樣啦 這個是就傳出小美琪那一段 就是上個月20號 普洛西就透過我們的駐外代表表達他要來台灣 那小美琪當然很謹慎嘛 他會去問美國國務院的意見 對不對 那他得到的看法一定就是說 他們不贊成嘛 可是他們不會把話講到說 你們台灣不要讓他去 國務院不可能講話講到這樣 他頂多只是講說我們不贊成他去了 那小美琪當然就稍微頓一點點 這個很棘手 國務院跟白宮不公好啊 我們很想要他來 但是國務院不在這裡 可能他就有幾天沒回應啦 沒回應 普洛西第二通電話就來了啦 說啊你們是不讓我去 對啊 這也是兩邊那個壓力來 你懂我的意思啊 所以普洛西他講話很直嘛 所以才會傳出說好像台灣有一度 要撤回邀請 事實上不是這樣 是因為我們面對兩邊不同意見 行政跟這個地方 不知道怎麼做 就普洛西就來吹了 說我要去台灣啊 到底可不可以這樣 那最後可以的 最後當然就還是打電話回來 問我們的判斷嘛 那我們台灣就是 從來沒有拒絕過美國嘛 就來吧 後來還是同意了嘛 他後來就 你既然同意了嘛 所以這個就成為決策了嘛 AIT就要幫忙罵 所以景美人權園區那三個人 就是AIT去邀了 因為普洛西要求 不是要台灣的白色恐怖的受難犯 他要中國大陸的受難犯 所以找三個人都是在大陸出事的嘛 他其實他要彰顯自己 這個反中反共的那個例子 因為他的起點就是1991年2月拉不條 對他拉不條的 就是要 就是 894 89民運嘛 起酒 起點是這樣 然後他的現在人家講畢業旅行 我也要有一個這個前後呼應的感覺這樣子 對 所以 但是喔這個在國內的政局 當然 民進黨這邊 很謹慎 剛才那個亮哥有講到說 在外交判斷 因為 畢竟在 美國的行政權這邊 國務院已經建議說不要了嘛 但是 培洛西來訪了 美國的行 你要把話講精準一點 他沒有建議台灣不要 因為你這個如果被老奶愛知道 他會被修理 他不敢這樣啊 他只是表達他的意見說 這不是我們的決策 是這樣而已啊 就說喔這個 培洛西要去 那不是我們決策 對因為你看後來那個 白宮的國安發言人 柯比出來 記者就問他嘛 記者問得很白啊 美國記者很尖銳的 所以你還說你跟培洛西沒關係 那個軍機就是美國行政單位派的 所以柯比他就說 我要跟你講精準一點 那是他的決策 我們是行政配合 就是這意思 就我們不干涉他 那他要去 那他就去吧 這樣子 我們行政上就必須做到嘛 就是這樣 那不是我們主動去 叫培洛西去 對對對 所以美國也不可能跟台灣講說 你不要答應 不可能啦 因為這個是屬於決策面嘛